就是直觉 那么今天呢 多头更是展开了权力反攻了 早盘呢 虽然也是开低震荡 但是今天 跌升的电子股呢 在盘中出现了百花齐放性的吉拉 再加上新台币大幅的升值 成交量呢 也快速的增温 带动了大盘呢 在今天盘中是游黑翻红 那么在接近中午过后呢 也收复了月线支撑 积极的要来朝向 7300点大关来做迈进 盘面上包含了太阳能 太阳能族群呢 今天呢是持续的反弹 宏达电呢 在今天呢 也是抢锁在涨停板 好 今天中场呢 加全指数是上涨50点 收在7293点的位置 成交量呢 则是放大到836亿元 今天上台是如何来做观察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了 首先是顾得头顾的 于世新副总 欢迎您 雷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就玩 好 第二位是顾得头顾的 王建文副总 欢迎您 雷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下个礼拜的关盘重点 我们要先来请教建文 因为这个礼拜呢 指数有几度呢 是跌破7200的 但是实现附近 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有称 而这样的一个反攻态势 下个礼拜还能够延续吗 请教建文副总 好的哦 我想紧张的一个气氛 接下来还会怎么样 还会更紧张哦 所以你要好好听哦 来 是不是美股连续两天大跌 有没有 美股连续两天大跌 但是台股却连续两天 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验 如果你有经验 你会发觉说原来风向开始在改变 风向开始在改变 你发觉了吗 不晓得观众朋友 你喜不喜欢钓鱼 尤其是那个海钓 那当我们去海钓的时候 那个船长 尤其是有经验的船长 把船开出去的时候 他感觉到风向在改变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动作 因为整船的人都是海钓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爱钓鱼的一个同好嘛 他会开始想说 这个风会不会太大 风浪会不会太大 是不是要更换渔场 你听清楚哦 有经验的船长 他会知道说 现在风向开始改变 这个渔场的所谓的一个钓框 也许不如预期的状况下 他会换到一个好的渔场 帮助他整船的钓客 能够什么 能够满载而归嘛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船长要做的嘛 观众朋友 风向改变了 你发觉了吗 风向改变了 什么时候你应该发现 来给各位看哦 这是10月30号的传真稿 有没有 超跌后将伴随快速谈生 有没有 这都跟各位分享过 几乎每天都有呈现给各位看 这个才叫做印证 不是说偶尔说对了才拿出来讲 来 7050到7302 这7302是再创近期的新高嘛 7050来的新高 已经涨了252点 观众朋友 超跌后将伴随快速谈生 让你印证哦 接下来再给各位印证 有没有 有没有发觉到 11月6号礼拜二 放胆迎接转折来临 里面很重要一点 从今日开始 一连三天 线形上都有红线略高之 是 这机会 你把K线调出来 日K连三红嘛 很多观众们都讲说 哇日K连三红 这样你们也猜对了 你们真了不起 来给各位看一下 更精彩的 我想这不是只有一天对拿出来讲 而是每天讲 11月8号礼拜四 昨天美股大跌 来 这边讲告诉各位 以州的格局而言 明日收涨机会 观众朋友 直接印证嘛 有没有 开低之后 直接震荡走高 有没有 收在7301 7302附近 有没有 最高来到7302 很多观众朋友都讲说 哇 这次你们的一个风向 判断的太精准了 观众朋友 可是风向判断的太精准 也许什么 也许你会认为说 那鱼在哪里 智慧加勇气 你有没有发觉HTC HTC是不是被我们做对了 HTC舍我其谁 观众朋友 给各位印证 我想鱼老一直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遇到有机会的时候 绝对不要放过 而且 更何况是一个 有大机会的个股 有没有 宁可一失禁 莫再一失停 做错赔了 想办法要回来嘛 很多观众朋友在这边 等等等解套 观众朋友 我们的团队成员 时间就是金钱 把握所谓操作的时效嘛 11月6号涨6.5元 11月7号涨7块钱 11月8号已经涨了4.5元 已经涨到213涨了22块 今天竟然直接拉涨停 191到226是涨了35元 今天拉涨停还锁了6000张 很奇怪 很多观众朋友操作宏达店 都是赔钱输钱 为什么这一次余老提醒各位 你要赶快进场 可是涨上来你又开始紧张 没有关系嘛 那你务必要把握深浅 下次输手的时机嘛 17点对了 绝对不要客气 你去想一个问题哦 如果你是套在300块 你这35块你赚下来 成本等于剩下265嘛 那如果再做一趟价叉呢 如果再做一趟价叉呢 或者说如果你手中没有宏达店 你再把握那次切入的时间里 帮助自己再赚一次呢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哦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把关键的时间 交给余老 为什么这一波大家最紧张的时候 有人告诉各位风向改变 那都是事实嘛 因为我们每天都给各位印证 让余老告诉各位 没有关系啦 我想会很紧张 但是会很精彩 你要在最后的三个月里面 你能赚多少 赚多少 好这风向到底有什么改变的讯号呢 那么从K线来做观察 那么接近连续有八九个交易日呢 大盘的K线都是收了下影线 那么今天看到成交量呢 也放大到八百亿之上 这到底象征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赶紧来请教余总 好 人啊 不是神啊 行情不可能天天准 破破准这不可能 但是对于你自己的操作 我想你要自己诚实面对 你要自己诚实面对 很多投资朋友都认为说 套劳套劳套劳 今天你不坏事说 哪有什么坏事说 哪有什么坏事说 想办法 拼到哪有坏事说 我一直圈圈 把这根线圈起来 我一直圈到线到有还在圈 因为我不会忘记这个耻辱嘛 对不对 这根线圈我来说总红达 拼了一根总线圈 这已经两个十个十个十五 起一个要死了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自哀自怜 或者怪东怪西 还是什么人家又在破坏我们 人家又在骂我们了什么 我们不会去想那个嘛 那事实就已经造成把它拼回来啊 就是要把它拼回来 你拼回来不是说 好 我现在抱着 然后到这里我就解套 我们生前在那里不在这里抢回哦 在这里 我受伤了 我套劳了 当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变成赚钱耶 我要变成赚钱 你说哪有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这我算过给你听嘛 我当时候告诉各位 我买的旗子的多单在7410嘛 对不对 然后我在7060的时候 我买进一口 然后把它当充掉 然后赚了110点 成本剩下7300点 我算给各位听嘛 几天之前呢 我又买 把这一笔资金 我又把它加码进去了 那变成我的成本呢 买了之后我的成本变成7235 今天指数是收7293 是回到这里了 我好像变成赚钱了 我好像变成赚钱 事实上就是赚钱那么好像 这个是我公开给各位看的啊 所以我不会 坦白讲啦 我根本就不会怕行情 我如果看错 我如果看错 我有办法让它回来 我有办法让它回来 不只回来我还要赚钱 昨天 这根线 如果跟今天的量价 跟昨天的付款 夭壮 在看了好 那线还没钱 最线还没钱 但是 这个属性 时间过了 时间过了就很难回头 时间过了就是很难回头 我知道你们今天想问什么 今天这么漂亮 线这么好 又中红又带亮 这不是你所期待的吗 我们就是期待这种线 但时间已经过去了 很难回头 如果时间可以回头的话 我跟你讲 我要回到20年前去 我要回到20年前 我不要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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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如果时间可以回头的话 时间很难回头 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时间陪爸爸妈妈 没有时间送小孩上学 没有时间陪太太 这样 这是我来台北的遗憾 如果能够回头的话 那有多好 对不对 但时间很难回头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标 就是说 礼拜五的行情 如果换到礼拜四 看有多好 真的看有多好 那我不会去怪东怪西 我不会说谁在骂我 谁在怎样 批评东批停西 怪人怪塞不良用 自己打招得很重要 自己打招得很重要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 我又没办法做得像你这样 你没办法做得像那两种问题 第一点你的钱 你没有钱 第二个 你没有勇气 那没有钱 这简单 没有钱简单 那当然简单 没有钱就是你资金规划不好 那这种资金规划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也没有人告诉你说 要去看什么书 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个 把他写出来了 这个名字 这个人叫张智超 你拜托买买书 你去书局 去买这本书 这本书 就是专门带来说 什么是资金管控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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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人家融资断头 可以到金益奖的一个操盘主管 人是要这样做 这是我在常常跟各位讲的 你没有办法控制行情的涨跌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手上的资金 这个资金管控 是我们在高市里面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件 普通的人都不是先讀这件 想说我要怎么买怎么卖 错了 所以既然都输钱 所以我建议各位 这个老天爷很公平 过去我们没有读那么多书 现在我们长大了 我们要多读一点书 多读一些有用的书 过去讀这个可能为了科技嘛 但是现在讀这个是为了自己 过去我们为了科技 我们办大讀这个 公平啦 现在特地的行人 不是说 书读了很多以前 书读了很多 考试考得很好 上了很好的大学 那现在股票要做得好 那不一定啦 不 你不叫马英九来做看看 你不叫陈水扁来做看看 那两个都开大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开大 一定贏的 那不一定了 但是切在哪里 针对你自己 你自己啦 你自己的缺点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去补回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吗 好 更多操作催促建议 廣告回来继续帮大家做分析 HITACHI SYSTEM IA 智慧真空浪藏库 起 真空冰温室再进化 正负一度自动设定保鲜 新双能再利用 大容量也省电 聪明的HITACHI 我最时尚的华丽配备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HITACHI 即日起至2月8日至 HITACHI家店分享购物器 好领四送一 不断突破的Lexus 以转新风貌引领潮流 再度蝉联JDPOWER SSI 与CSI第一肯定 感恩回馈RX270 CD200H 120万60期零利率 热销车款同步礼遇 水秀山林 苦蕴金辉 美好江苏 人节地零 爸 机票他帮你准备好咯 妈 旅行箱他也帮你准备好咯 质感那么好 一定很贵哦 哇 买Toyota就送机票旅行箱咧 现在买新车很花钱吧 还有三年零利率啊 小女婿 现在买Toyota还真划算 Toyota 前进香港 好里三重送 优惠总值最高达八万元 每天你六点半起不软 你有够不好 申普班龙丸 大补精气神 这腰细虽软盛气不足 让体力不支的你再站起来 申普药品 零八零零零三五八八八 陈太太 这么多保险交款通知书 就怕保不够 今天还落高了 陈太太 没这麻烦 一张康健人社全力义附专案 生病 意外住院都可以赔 超过三百四十项大小手术 全都有保障 连小手术不用住院的也可以哦 最好的就是 不管你赔多少次 十年起满 还能领回一百倍住院日额 一百倍 你也全力义附一张全包 看一眼一行一行更贵多 保得多 不如保得好 起满领回更实在 馬上播 零八零九 零八零九五九 欢迎你回到生前战略 下周盘序上还有哪些观察 重点跟方向 我们来请教建文副总 好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 其实 因为昨天美股大跌嘛 所以整个办公室的一个 研究室的气氛还是比较僵啊 大家都还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能够帮观众朋友 去需要帮助的人 能够帮他们赶快 那个紧张的气氛能够消弭掉 那随着指数慢慢的开低走高上 那余老跟我们讲 他说 我们总算逐渐的摆脱 戴罪之身 戴罪之身 因为全市场这一波 我们看错那根K线 我想 看错难免 但是愿意承认 甚至愿意说 我们要加倍努力 把它拼回来的团队真的很少 那余老就说 我们好不容易逐渐摆脱 戴罪之身 接下来的每一个点 每一档股票 我们一定要恢复 我们原本的水准 我想 接下来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这两个多月三个月 我想 很多的观众有在这一波 其实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要过年了 我们快来拼 既然有团队已经跟我们说 风向改变 已经有机会 我们就快来做 的确 事实上也是证明给各位看 因为 我们刚才给各位看的 都是每天每天每天 每天跟各位讲的 那接下来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们再给各位一个强心针 但是做 就不是那么简单 很多观众有讲说 的确转折上 可是我的股票还在赔钱 我还在等解套 那又没有办法像你们宏达店 又可以帮你们的一个团队去磨造 所谓营造那个福利 做来做去 好像还是要有动 有作为的团队 才能够帮助各位 好来 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 新台币汇率爆充 新台币汇率如果爆充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热钱来袭 聪明的人 观众朋友 你们有看深浅战略的一个节目 都是聪明的投资人 你要懂得利用热钱来帮助自己赚钱 热钱如何帮助自己赚钱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香港恒生 香港恒生 你有没有发觉到一点 这一波直接涨上来 最近在高涨震荡没什么回 涨了4093点 一口气涨了22.69% 观众朋友 这就是你能够利用 期待的一个热钱效应 那当然我们在每个月的一个什么 前10号 我们一定要跟各位分析 分享这份资料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 9号了嘛 接下来就10号11号 下个礼拜就全部出来 你要特别留意这个东西 10月营收衰退高危险的族群 如果说 今天统计出来是5月165家 这份资料里面 有些股票已经先跌了 像宏达店一样 我提醒各位 有没有从这份资料里面 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说 有些股票已经烂到不能再来 未来只会更好 这些个股会喷出去 所以说 你能不能从你手中的资源里面 掌握到未来的下一档宏达店 帮助自己 这才是重点 那甚至像上瓶 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上瓶没有十年限 上瓶真的没有十年限 因为上瓶挂牌不到十年 有时候真的要提高一下自己的素养 不然东森的一个节目的一个素质这么高 去误导观众朋友也不好 来 有没有发觉 上瓶也是余老提醒各位 有没有 这档股票从107.5拉到195 涨了27.5元 7块钱 有没有 素养还有尊严 是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来 这是十月营收双成涨的潜力股 六月220加 那如果有些个股没有涨 但是它未来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观众朋友 下一档大力光 就在那边等着你 下一档大力光 你没有做到 你就要好好把握 那当然大力光喷出去 也不可能就在这边追啊 所以当然我们要用手中的资料 余老告诉我们 我们好不容易脱离戴罪之身 接下来 看 我们 的 我们把关键时间交给余老 好没有错 热钱来 指数呢 在工上了月线 工上了7300之后 下一步还要继续上工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就赶紧来请教余总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 那当然 这盘 非常可惜 可惜的是什么 连续这几天的一个量价结构 而且不是一天两头 是连续性的 那么连续性的一个量价结构 它都是维持在多头的一个架构里面 这个地方没有产生转折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也许我们实在 不知道要好好上天了 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说 欧巴马条 坦白讲 我这个我讲良心话 我坦白讲 我本来在想说 昨天就可以到七件事 真的啦 慎选啊 对不对 慎选 去我们那里好 这山又怕得到漂亮 你知道吗 这线又走得不错 所以昨天拉上去应该 应该是我们所希望的 不过我还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我最近蛮低调的 因为我来说这山的问题 我来说我代罪之身 不太太厉害了 那如果那山叫我站起来 你看我怎么厉害了 最近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压抑 不过还是到这个地方 这个目标它不会变 来 同志朋友 我早上一直来说这个 融资跟融捐的问题 我昨天用了很多很明显的例子 来告诉你 股票市场 你会去三个字 账 账 你要记住这三个字 所有的一个主力 所有的法人 他们的操作一定是这样子 账 账 账 没有这样子 赚不到钱 股票市场 我做了二十几年了 我还没在台北就在做股票了 二十几年里 我也看过 用别的招数赚到钱的 都是用这几招 这个循环都不会变 好 那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股票拉上来之后 涨很多 涨很多 力多很多很多 好像推石头上坡一样 到了高点 借我们跑去尿尿 对不对 昨天是局域说 平均肚子饿了吃东西 剩下我在那边顶 我顶不住了 我也要跑 对不对 要不然被石头压死怎么办 好 这一跑跑给谁 跑给散户 跑给散户 因为散户是 这个股票好 这个石头在上山 怎样怎样 你就会进去买 融资就会增加 那融资增加 结果就是我们把货套给你 对不对 所以你就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它就跌回来 跌回来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帮你去点拔火 我一点火的话 股价就很快速度的怎样 拉上来 对不对 好 拉上来之后 你们就会怎样 加码摊平 然后我又把我买进了 慢慢的除掉 所以急涨缓跌 跌得你不知不觉 让你一套再套 形成连环套 这个连环套之后 就会产生多杀多 所以这个盘会出现怎样 这个指数就会出现了快速的拉回 那现在来 融资在减 融券在增 这个筹码 根本就是法人的筹码 根本就没有散户 融资减 散户再卖 融券增 散户再卖 那这样怎么多杀多呢 那不会多杀多 这个盘怎么会崩盘呢 这都基本的条件 这基本的sense 但是没人要来说这个 我说这个 没人要说这个 每天都对中共不好 对不对 每天都在说那个 过去几个月我提醒你 现在几个月了 我们回头来 对不对 都来说那个 我们会跟你讲这个 因为这个盘 就算昨天已经 没有转折 但是我跟你讲 目标不会变 我们策略不会变 七千事就是七千事 那这是第一个目标 来啦 今天快七千三 今天你看到七千三了 那很多股票 就要开始做准备了 那我跟你讲过 我生前战略的两件事 我没在做 第一件事 落井下石的事 我没在做 第二点 井上天花 我没在做 今天我应该说 红达店 对不对 红达店今天暂停 我应该说 我红达店 不必 这我过去说过的东西 这过去我讲的东西 我讲的东西 你现在只是一一把它印针而已 好 那我现在让你好好的看这个东西 这个指标是我自己设的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背离 这叫低档背离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值得买了 第二度的背离 我告诉你 这叫二度低档背离 这是加码的讯号 好 接下来你继续看下去 指标慢慢上来 股价上来了 好 这是11月8号 昨天讲的 这种股票呢 大盘在跌 它在涨 这逆势股 这是逆势股 逆势股 没有那些好流浪 什么意思 这种股票 美国跌三百点 你敢进去买 你敢进去买 对嘛 这不就对了吗 这个是牌子 我说股性不好就是这样子 就是逆势嘛 逆势的股票 不是一般人 每个人都能掌握得到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掌握得到 那就不叫逆势股 好 我也不会说我掌握到很挑戴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那个 我不是跟你讲那个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个股票已经拉上来了 拉上来了 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跟你讲的指标 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指标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告诉你接下来 我不是要怎样去歌功颂德 或者锦上添花 我要告诉你的 我要提醒你的 这张股票 接下来 会有短卖训的出现了 接下来 但我不是说现在 也不是礼拜一 他会给我们讯号 他会给我们讯号 市场不会给我们讯号 但是指标他很聪明 指标搭配量价 他会很聪明 他会给我们卖出的讯号 当卖出的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不希望你在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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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股票 这都是短线的 这六十分钟线 这很短 这股票如果说你可以 来回来做好几次 我不希望你就报的 我不希望你就报的 因为他是高价股 他刷洗的价差很大 他刷洗的价差很大 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掌握到 但是你就要注意 下个礼拜你开始上半周 上半周你就要注意这个东西 好不好 上半周你一定要注意 好 那接下来呢今天涨上来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人告诉你 你这个盘很强 对很强没有错 很强没有错 但是这个点快到了 而且我认为是 下周的上半周就到了 下周的上半周 还是一掌难跌的一个格局 但是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你 转折没有成功 该退的时候 还是要退 不要再眷恋 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简单参考 投资还需要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风险 申请战略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咯 是谁 爸爸给你玩更大的 阿蕾乃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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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快点哦 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我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